看到这么多的记者朋友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天的重庆团的会 我非常高兴感谢大家对重庆的关心 一个地方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 一个地方有这么多的朋友来关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信息 而且你们也可以把重庆客观的信息传导给其他地方 重庆是一个开放的城市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四面八方的朋友到重庆来 这个重庆这几年发生的新闻确实不少 过去咱们新闻界大概目光集中在沿海城市比较多 现在重庆作为一个山城能够有这么多的朋友来 我在重庆工作感到挺荣幸 而且听说本来有四五百报名的 这次大概不足二百 大概一百五六十人的有机会进来 因为这个重庆听还小一点 这个我是感觉到大家对重庆很关心 也很感谢这个大家的关心 刚才您提到的民主法治 这个十五条呢 我就讲个很简要的讲一下 重庆这些年我们先出了民生十条 接着又出了共赋 就是缩差共赋的十二条 然后又专门开会 搞了一个这个民主法治十五条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定要走啊 民主法治的道路 这个内容都很具体 民主就是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法治就是我们办事要有规矩 包括上上下下的领导 都要有所遵循 有所约束 不能够肆意妄为 所以重庆市委专门召开了全会 定了个民主法治十五条 因为今天啊 我相信问题很多 我把这个事啊 我就不展开多讲了 好吧 谢谢 就是重庆现在 因为有大量的壮劳力 到沿海去打工 所以重庆的留守儿童一百三十万 另外呢 壮劳力走了 空巢老人 我们称为二百万 这些 这两个人群一老一少 确实生活有困难 是需要照顾的 历任市委市政府 都把这些问题作为重点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不少人到南方 到东南沿海去打工 所以这个矛盾 对于重庆市委市政府来说 就不能不小事 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 比如说 给留守儿童的淡奶工程 由政府财政掏钱 每天要保证 所有留守儿童一百三十万 都要喝上牛奶吃上滴烂 而且还要有营养午餐 我们认为 这是重庆市的一个 应该承担的责任 而且重庆的未来 基于这些孩子们 长大了以后 有劲 才能把重庆介绍好 好 我就说这些 这个里边呢 就是我特别想强调 重庆这几年 快速的发展 我们有两个宝贝 一个是锦涛总书记 给我们重庆 叫做314总体部署 314总体部署 所谓三 就是增长级 统筹成乡 这个直辖市 这个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经济中心开放 在这种情况下 重庆实际上 从07年开始 一年 人均GDP 上一个台阶 有2000美元 08年的2000美元 09年到3000美元 10年到4000美元 去年突破5000美元 人均GDP 一年增1000美元 重庆 虽然 是直辖市 但是实际上 应该说是一个 就是 真正从地图上看啊 和它的经济发展来看 也可以成为一个小省 它带着20个县 其中呢 有14个国家级贫困县 还有4个市级贫困县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 我们有314总体部署 另外国务院 家宝总理专门去了重庆 给我们制定了一个三号文件 国务院三号文件 一个314 一个三号文件 是重庆的发展 的的确确 增加了动力 所以这些年 重庆 在刚才提翻 讲的这几个方面 是有了发展 总量 有了发展 而且 这个 不论是城 还是乡 它的发展幅度 还是 令人比较满意的 城市 这些年 年均增长15%以上 农村 年均增长20%以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呈现了一个 城乡啊 同时发展的 这么一个局面 好 重庆呢 这些年 如你所说 确实我们提出了 五个重庆的建设 而且这五个重庆 都和广大市民的生活 息息相关 以后有十大民生 这个十大民生 共赴 十二条 不仅是给老百姓 办实事 实际上 也是发展经济的 重要手段 我的体会 就是 民生 和 经济发展 是可以兼得的 而且 一定要把这二者 很好的结合起来 讲到做大蛋糕 和分蛋糕的关系 有些朋友认为 总要做大蛋糕 我才有东西可分的 我才能分蛋糕啊 我的理解不是这样 只有蛋糕分的好 大家才有积极性 这个蛋糕 才能有效的做大做好 重庆这几年 就是把做蛋糕 分蛋糕 有机的结合起来 所以 这个经济 能够快速的发展 实际上 过去的这些年 重庆的GDP年纪 增长15%以上 这个财政年均增长 是30以上 过去两年是35以上 甚至达到40 所以 就是给老百姓 越是办事 经济还越能发展 这个大家的幸福指数 还越高 因为如果 一个地方两栖分化 穷的人想消费 结果没有钱 富的人 你让他再消费 也是有限的 一家一户 他能住多少房子 所以 共同富裕 扩大中等收入的群体 是一个地方 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所以 我们要 缩差共富 注重民生 它不仅是 一个善举 而且也是 拉动经济发展的 重要的动力 是科学发展的 本质要求 那么这几年 重庆经过实践 我们的确 尝到了一些甜头 而且各个区县 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努力的改善民生 实际上改善民生 就是创造消费 在拉动经济的三驾 马车里边 这个投资出口 现在其实 已经相当的高了 如何提高消费水平 我觉得是个关键 而提高消费水平 改善民生 又是个关键 所以改善民生 本身 就是在拉动 经济发展 谢谢 禁止插播商业 广告也好 还有我们改版以后的 其他一些措施也好 这个实际上 对于我们的收视率 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刚才黄市长 跟大家介绍 重庆确有很多全国第一 但是在这个电视播放上 电视播放上 实际上我们排在中等水平 就是电视收视率 排在中等水平 这个 这和我们啊 对电视剧的播放 对商业广告播放的限制 是有关 节制是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认为这条路子 没错 我们会坚持下去 为什么呢 我觉得电视 是广大人民的教科书 是一本最自然的教科书 每一个人静下心来想一想啊 每天看书的时间有多少 看电视的时间有多少 因为电视的充分普及 实际上现在 我们很多人用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看电视 那么我们的电视 是应该给人民提供有益的 有价值的思想文化素材 所以我们的新闻宣传部门做出了刚才你所关系的那些变化 尽管开始的时候可能影响收视力 但是 我相信 一个城市 如果我们只是满足大家的娱乐需求和一些商业想象 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还要鼓足我们的民族的精神力量 而且要努力传播我们伟大民族中华民族几千年远远流长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历史 那么你要传播就得有版面 就得有时间 就得给出时段 所以在这二则的选择之中 我们确实把这个民族文化和先进文化摆在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 其中有一个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实际上 这个重庆 你们大概也能注意到 这些年我们开展了唱读讲传的活动 有些人概括为唱红 实际上叫做唱读讲传 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真言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 我本人是很受启发 也很敢振奋 我们这个中小学生啊 能把这个藤王阁序那么长的诗文呢 从头到尾背下来 一点不打刻板 穷且易奸 不对清云之志老当 欲壮明以白手之心 能够把杜甫的毛巫为秋风锁破割 那也不短呢 按照广煞千万间大碧天下寒事 巨欢言 都能够 一点不打磕巴的背下来 我觉得 我横展振奋 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一定要传承下去 传承又需要 有方式 有区道 而我们的 这个电视 是个重要的区道 现在大家已经形成习惯 回了家就把电视扭开 反正一边盖是一边看电视 但是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努力提高 电视的欣赏水平和文化含量 好 我就回答你这些 这个实际上 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 在重庆市委市政府的 市政纲领里边 占有重要的位置 就跟唱红打黑一样 这个缩小贫富差距 降低基尼系数 因为我们现在的基尼系数 已经 这个 相当高了 我们现在已经 咱们国家达到 0.46 0.47 是这么个水平了 0.46已经超过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 我们 广大的人民群众 他们是一个什么 收入水平 作为一个人民政府 这是我们关心的 重中之中 这个 关于共同富裕 有几句经典 我想 特别跟团里的同志们 我们重问一下 马克思讲过 就是新社会制度中生产 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 恩格斯讲 社会主义公平分配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实现形式 都不能偏离 共同富裕 这一种的趋向 毛主席在建国之初就指出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 就是要大家有事做 有饭吃 大家共同富裕 小平同志 特别讲 我们要 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而不是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 就是共同富裕 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 如果仅仅少数人富有 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 我们就失败了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资产基金 那我们就真走到邪路上去了 景涛同志 这个也一再强调 一定要坚持 走共同富裕之路 所以实际上 这个共同富裕 是我们党多少代领导人 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 而现在重庆 我们感觉到 这个城乡差距的问题 贫富差距的问题 还有区域就是一圈和两亿差距的问题 确实是比较突出的 这个贫富差距不仅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 也影响相当多一批人的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而且也影响社会的稳定 真正大家能够走上共同富裕 而且它充满了信心 我觉得这个维稳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 所以重庆是把共同富裕 作为我们一个重要的执政理念 按照历任领导的教会 来认真的嘉宇洛师 我到重庆工作以后 重庆市委市政府 的的确确开展了一场打黑除恶的工作 这项工作 市委市政府始终要求大家 严守政策 尊重事实 一定要搞准 而且量刑一定要准确 而重庆的打黑除恶取得成绩 是在我们政法委的领导下 公 检 法 私 安 几家协同作战的结果 而上边还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我们这个打黑除恶是一个整体的工作 这个里边文件上 那都讲的清清楚楚 不论是领导机构 还是工作程序 讲的都是很清楚的 当然一个地方的群众 遇到打黑除恶 面比较宽 案件比较典型 他们会有一些兴趣和议论 但是我特别强调 这项工作 是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的工作 而且涉及到重大案件 我们还要上报上级减法和纪委 所以他的这个程序流程 是科学的 是严格的 谢谢 看来啊 任何一个地方 形势再好 我们也得 有所要警觉 预防不测事件的发生 但是另一方面呢 也不能够因为有不测事件的发生 我们就灰心丧气 因为打黑除恶 为了全市人民 能够享受太平 为了重庆 能够有一个清明的社会环境 市委市政府是权力积极的组织 而且要求他们科学办案 我们是问心无愧的 本来呢 就是一家人 这个我们 这个小学中学学地理的时候 这个成余实际上都是一个省 所以有天然的亲情历史的联系 最近我们也都特别注意到 实际上最近几年 四川的发展很成功 很有效果 重庆愿意和四川呢 我们这个发展更好的合作 这个实际上 成余之间今后合作的领域和项目 会越来越多 因为我有一个看法 这个改革开放 头三十年啊 是沿海地区 未来的三十年 西部需要有大发展 这样才有一个平衡 中国的老话讲 三十年合同 三十年合西啊 在未来三十年 东部继续大发展的同时 西部也会有大发展 而四川重庆人口众多 也有相当的经济条件和基础条件 我们两家都会发展 而且在这个其中 互利合作的机会会很多的 这个我昨天呢 这个事事求是的讲 确实啊 我这个昨天 这个有点咳嗽 这个身体稍有不适 这个让大家啊 关心了 猜测了 实在抱歉 这只是传闻 现在传闻很多 好 谢谢 重庆这些年 是丰富多彩的 五个重庆 十大民生 共赴十二条 内容极其丰富 我觉得我们虽然是新闻记者 关心啊 一些重大的新闻 但是我可以说 重庆的重大新闻并不少的 你就拿 这个共同富裕 缩小 基尼系数 这个重庆 实际上这些年 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得到广大市民的关心和认可 而且重庆 在民生十条 共赴十二条 以及民主法治十五条方面 有关方面啊 做了大量的工作 是条条落实 条条啊 要把它落到实处 以取信于民 我这个人呢 这个孤陋寡闻 研究的问题啊 比较局限 我就是喜欢研究啊 和重庆相关的事 所以这个乌坎这个事呢 我就很少去看 这个什么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也 我现在呢 就是 讲如果说 我理解的 这个政治上 应该做些什么工作 就是民主法治 把它给搞好就行了 好 谢谢 其实你提的 这几个问题呢 刚才我已经啊 都在不同的角度上 都已经回答过了 这个重庆 出这么一个事情 我相信 不会影响啊 重庆前期的步伐 把重庆的社会 能够 这个安定 重庆的百姓 能够满意 重庆的经济 能够发展 我们对此是充满信心的 有这么多的 记者朋友 关心重庆 非常好 我希望你们继续 关心重庆 而且重庆 今后 会有更多的发展 而且我感觉到 重庆 几大机关 都是全力以赴的在工作 这个政府的工作 人大的工作 政协的工作 纪委的工作 我觉得大家都在 全力以赴 而且老同志 也在全力以赴的支持啊 这个重庆的发展 这个直辖以后 我今天跟大家特别强调 就是历届 历届 我们的书记市长 大家都是努力的 从张德林 浦海清 到贺博强 包续定 到黄振东 汪洋 王洪举 我觉得这些同志 做了大量的工作 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 积少成多 慢慢打基础 最后形成了 现在重庆 发展的势头 是一个接力赛 是一个不懈努力的成果 而且 现在重庆 有关方面 在发展的过程中 我觉得 还是 顺利的 这个大家也是 越干越有信心 还有一个体会 就是西部是可以大发展 也可以大开放 而且可以大收获 并且我认为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打黑除恶 我有思想准备 是要触及一些人的利益 是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 是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的 而且 已经形成黑恶集团的这些人 社会联系还蛮广泛的 是有舆论能力的 我们敢于把黑 也就是说 像古人讲的 感同恶鬼 争刀下 不像霸王让寸生 就是要有这种精神 在此呢 你比如说 也有不少人 给重庆泼脏水 包括给我本人 给家庭泼脏水 甚至 说到我儿子在外面学习 怎么开红色法拉利 一派胡言 我感到非常气愿 一派胡言 不仅 我儿子 就是我和我夫人 也没有任何个人资产 几十年 几十年就是这样下来了 我夫人 本来是 这个司法部 这个很早以前就认可的律师 在大连期间 当时 搞律师所就搞得很成功 北大著名教授王铁牙 那是他的老师 对他非常欣赏 结果开的这些律师所 就是怕说 担心会不会有人 给我们造谣 说我们通过开律师所 还想赚点钱 把他的几个分锁 一遭就全关掉了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 就全关掉了 现在就几乎啊 跟 在家里边 就是跟我做一些家务 我对他做出的这种牺牲 我都很感动的 有人还说 我的儿子 怎么上那些名校 Oxford Haver 那些学备哪来的 全国奖学金 我也说清楚 这个大家 如果 这个对重庆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看法 尽可以提 我觉得 我相信 广大记者朋友 是客观的 这个也欢迎大家 有机会到重庆去 重庆人非常热心 而且这些年的这个发展 这个大家团结一致啊 同心同德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我相信 我相信我们这些 这个记者朋友们 你们对今天 重庆 我们团 开放会的报道 会是客观的 准确的 好 谢谢大家 所谓 孤立 我的理解 就是因为 我们公安战线的 广大 这个公安干净 都是好的 我对他们充满信心 绝不是说 因为这个 王立军 他是局长 把一大帮人带坏了 绝不存在这种情况 我相信 我们公安战线的广大 公安干净 都是好的 而且 我们 检察院 法院 司法 安全 纪委 各个方面 凡涉及到 处理这些案件的事情 广大干部 都是好的 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觉得 王立军 就是个别的人 而任何一个地方 有一些突发事件 而出现个别人 我觉得 都是难免的 要求百分之百 是兴儿上学 辩证法 就是一分为二 所以我认为 不能够 就王立军的事件 无限夸大 然后 我们拆三想四 把广大公安战警 公安干警 他们的功绩 他们的成绩 给否掉 现在到重庆去 走在大街上 随便拉个老百姓 你们问一问 大家赞成不赞成 打黑 除恶 你们就会有一个正确的结论 谢谢 我个人 感觉到 王立军 在重庆 打黑 除恶 这段工作中 确实是 做了不少的事情 这个 当时 有个数据 这个过去 没有破的 一千多个命案 后来破了 就是 他的破案 是有他的办法的 这个 也正因为如此 实际上 市委市政府 大家集体研究以后 对他提拔使用 而且 在组织部门组织的考评中 他也的确是名列前茅 这个事情 我确实是 这个 没有料到 组织上 对他 这个工作 是支持的 老百姓的评价 我了解的信息 也都是 正面的 偶然听到一些反应 我也及时 对他 进行了反馈 包括批评 但是呢 他这个 出走这个事情 我是完全没有想到 好 谢谢 香港凤凰卫视 想请问一下 我们知道 王立军 他现在依然是 在同情代表团的名单上面 他是用这个 请假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外面的谣言也很多 所以我们想请 波奇莱先生 能不能给我们更多的一些 全微一点的细节 让这个谣言可以少一点点 那也因为这王立军的事件 让我们 也听到了很多 对于您的个人的前途的 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传言 像您昨天下午 没有在这个大会堂出现的话 已经是有很多的传说 说出大事了 那也有很多的传说 是不到十八大之前 您的政治生涯 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那对于这一些的传言 想听听您自己 有什么样的回应 谢谢 好 我现在先给您一个标准的说法 这个王立军 这个正在接受中央有关部门的调查 调查已经取得进展 他 这次请了假 不出席十一届 这个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这个问题正在处理之中 调查的结 调查 这个结论以后 会向大家公布 这个 你们要播送的时候 希望把这段话给播全 不要缺了字 我再接着说 我再接着说几句 我再接着说几句 这个 因为你刚才提到的问题涉及到重庆的打黑 我想啊 首先 重庆的打黑是必要的 而且我们不仅 而且我们不仅这个对重庆的打黑 充分的认定 而且要坚持下去 我们一定要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经济界 企业 他们的发展 有一个清明的政治社会环境 打黑是完全必要的 在打黑之初 实际上 市委市政府就多次进行过认真的讨论 我们把握的这个尺度 叫做这个范围上不能扩大 不缩小也绝不扩大 定性上不压低也绝不拔高 要不枉不重不漏 这就直接叫七步政策 实际上 我到重庆以后看到一些高装性 看到群众的举报 确实我是有压力的 打黑是碰硬的事情 是要得罪人的事情 你打对了一百个 你处理一个问题 人家也会揪着这一个问题不放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到底打不打黑 我们是装聋作哑 假 假装没这回事 还是认真对待 敢于碰硬为人民负责 我觉得我们还是选择了后者 但是我们要求一定要 把这些打黑案件办成铁案 尽管我们不能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 但是我们向着百分之百正确来努力 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求各级政法部门 以及政法单位都要实事求是 是客观公正依法办案 我还要强调 这个打黑呢 实际上绝不是公安一家 是公 检 法 私 安全 再加上纪委 纪律其他委员会 是多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由政法委来协调的 并不是王立军一个人的事情 打黑英雄这个称号不是示威给的 不是政府给的 我们从来没有授予这个封号 这是人民群众中讲出来的 而且应该讲 人民群众讲了这些话 这是人民群众 他有言论自由啊 这是一个问题 再有 对于打黑 我觉得 我们要这么来看这个问题 这个 实际上 在 重庆整个工作中 像刚才黄契帆市长 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别的不说 我们起码有五个重庆建设 宜居重庆啊 平安重庆啊 健康重庆啊 这我们有五个重庆的建设 这个平安重庆建设 只是其中之一 而在打黑的过程中 实际上 他只是平安建设的一项工程 而 王立军 他在打黑过程中的作用 只是几大家 政法机关之一的 主要领导者 所以王立军 如果 我们摊开来分析 他是 他是之一的之一 就是打黑 只是公安工作之一 而平安工程建设 打黑只是其中之一 而且 平安重庆建设 又是五个重庆建设之一 因此我们在分析 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认为 应该 是客观公正 全面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他是之一的之一的之一 但是尽管如此 我们也高度重视 也高度重视 除了这个问题 我很痛心 我感觉到我用人失察 所以对这个事情 我们要认真的反思和总结 但是我特别想强调 在打黑的过程中 确实 为人民群众 是 解决了不少难题 这个 而且就是在公安战线 就是在公安战线 这个 有很多无私无畏的同志 日以继夜的工作 是令人感动的 要讲起他们的事迹来说 我可以给你们讲到十二点 而且重庆 在政府的支持下 组成了 搞了五百个教寻警平台 一个平台二十多万 政府在这方面一点不含糊 把这个教寻警平台全建立起来 不仅加强了整个重庆的安全建设 同时 也能够及时的 来服务百姓 这个 至于说 你提到这个十八大 我们呢 大家都关心十八大 这是我们党 一个重大的会议 怎么迎接十八大呢 就是努力把重庆的工作做好 至于说个人 从内心讲 我觉得从来我没有把 本人和十八大 这些具体 有些什么联系 重庆现在 迎接十八大 就是努力 把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好 我觉得这是最现实的 其他的事情 也不是咱考虑的事情 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